Hello,大家好,我是春奧 今早為何這麼早起床? 因為想提前一個月搶澳車北上的名額 是搶下個月9月16日星期六的名額 誰知最後的結果當然搶不到 已經很準時搭證了 8時半用PC網頁登入 都登不到 你知不知登了多久? 登入了10分鐘才能進入網頁 然後立即按通關預約 輸入車牌和約9月16日 但輸入驗證碼 經常都說你過期 要不就搶很久 好像死了機一樣 重複輸入驗證碼兩三次 都不動搶很久 結果搞了20分鐘 即是去到8時10 結果大家都知道 2000個名額被人搶了 我們都明白 星期六日一定受歡迎多人搶 但網站不斷死機是不尋常的 有網友反映 以前的人用機械人去搶和代搶 當局加上驗證碼之後 機械人消失了 但現在的人更先進 是用API去搶 直接跟你搶 甚麼是API 應用程式介面 簡單粗暴 但這樣用API的話 整個網絡的秩序真是擾亂了 一般市民真是很難搶到 網絡上出現代搶服務很久了 不過現在更加明目張膽 當你交局沒有到 網絡、社交媒體 甚至出現廣告 代搶的廣告 再出現二維碼 歡迎你加入進去 在群組裡直接跟你談 跟你代搶收費 這種情況到達相當猖獗的地步 簡直又當你交局沒有到 嚴重了 剝削我們正常市民 正常北削的權利 老實說 澳車北上二千個額 現在日日清空 根本上是不夠用的 應該加額 可惜的是 政府說新城A區的交通網絡未完善 到了天花板 就不加額 你不加額的話 應該搞搞網絡秩序 不要搞到黃牛經常在網絡代搶 搞到一般正常市民 有事要上去都搶不到 交局說 不要當之前出了新聞稿 叫人不要代搶 就當做了事 而事實上 現在不是用機械人 用API直接搶 市民覺得你不加額 搶就搶不到 被黃牛押了位 搶了額用來轉售賺錢 交局這麽少的事 都做不到 解決不了 這樣會令民怨積聚 為何澳門市民 想融入大灣區生活 這樣也不行 好 這集就要看一看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素片 給你截同意為馬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見